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与现实背道而驰 美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Omicron新亚型BA5的影响下 如今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地区 被列为了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区 7月份以来 美国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了10万 而且由于很多的民众都在家自行检测新冠病毒 或者是干脆不做 实际的确诊病例数很可能是远远高于目前官方统计的数据 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 我们应该如何的做好自身的防护呢 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与新冠类似的症状 比如说咳嗽发烧等等 想要去新冠病毒检测点 又发现预约困难 而且身体不舒服不想出门 这个时候不妨考虑一下在家里测试 那么使用FDA批准的新冠自测盒 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完成检测 目前市面上的FDA批准的 家用新冠自测的试剂盒分为两种 一种是家庭采集测试 即是PCR的测试 使用者在家中采集鼻柿子或者是口腔柿子 再将样本邮寄回检测实验室 之后才能获得结果 这种方式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是美国疾控中心首推的检测方式 但是PCR的测试需要专业人员的操作 时间很长 成本也会比较高 抗原测试是另外一种主要的新冠病毒的检测方式 在家里检测使用的通常是快速的抗原检测 那么快速抗原检测有许多的优点 首先他们非常易使用 没有经过特殊培训的人 也可以轻松的执行和读取结果 而且抗原测试产生的结果的速度非常的快 通常不到15分钟 快速的抗原检测的另一个优点是相对便宜 每次的测试大约是需要10到15美元 不过快速抗原检测是不如PCR检测的准确的 因为快速的抗原检测需要样本中含有更多的病毒 才能检测出阳性的结果 如果只存在低水平的病毒 就会影响检测的结果 因此如果你与新冠患者有过密切的接触 或者是出现类似的症状 即使在家自检的结果为阴性 也要去医院或者是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新冠检测 简单的了解之后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常用的快速新冠自检的试剂盒 首先是亚马逊的PCR新冠检测试剂盒 采用的是PCR的检测 费用已经包含了联合包裹服务隔日配送的运费 那么18岁以上的成人都可以使用 自行的收集了这个鼻腔的样本 在收集后的24个小时之内 将样本送到联合包裹服务 样品到达实验室后24小时之内就能够知道结果 非常的快速和方便 这款的自检的试剂盒 符合绝大多数的国际旅行的需求 会提供报告的结果 不过需要自行的下载 下面这款试剂盒是自检试剂盒 采用的是快速的抗原检测法 已经获得FDA紧急使用的授权 无需将采集的样品运送到实验室来检测 15分钟就可以获得结果 那么测试需要在三天内进行两次 两次的测试之间至少是间隔36个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这款并不符合海外旅行的检测要求 如果想要海外旅行通用款的话 建议可以选择亚马逊的PCR新冠检测实际盒 下面这个是on-go的新款的新冠的自检盒 那么无需要将这个采集的样品送到实验室来检测 10分钟就可以获得结果 那么准确率高达了95% 这款自测盒与一个免费的APP的程序是配套使用的 APP可以在苹果和Google的应用程序商店中下载 它提供了一步一步的使用方法指南和结果 如果你不喜欢用棉签采集样本捅皮字的感觉呢 这一款通过唾液测试的新冠自检试集盒就非常的适合你了 那么试集盒的套装已经获得了FDA的授权 使用的时候呢仅需要收集唾液的样本 并且呢将唾液样本同日即送至联邦快递即可 那么这种采集样本的方式相对无痛 使用呢也很方便 科学消毒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那么目前呢新冠肺炎的情势是非常的严峻 我们更加应该做好消毒防护 市面上的消毒用品是有很多的 不少朋友看的眼花缭乱 所以呢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高 好用的杀毒 消毒杀菌的好物 漂白水与酒精呢是最常见的消毒方式 那么具备了高度挥发性的酒精 能够使微生物的脱水及凝固 从而呢达到消毒的效果 漂白水呢则是含次氯酸钠 分子小呢得以入侵微生物的内部 与核蛋白质产生氯化的作用 使其失去活性而达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杀菌的速度较快的酒精呢 对结合菌等细菌有效 但是对于肠病毒啊 这个诺罗病毒等病毒是没有显著的效果 漂白水则是对细菌病毒啊 结合菌都能有杀菌的情况 观众的病毒呢存活性强 建议大家呢应该时常的保持居家的清洁 家具瓷砖等等的物体表面 都可以用稀释过的漂白水溶液定期来消毒 消毒的方式呢要用擦 那么减少用喷的 以免吸入而且呢要保持通风 漂白水一般呢是以1比100的稀释 稀释的时候呢避免用热水 因为热水呢会分解次氯酸钠 使其消毒的这个效果大大折扣 此外呢用过的漂白水在倒掉前呢 要用大量的水做二次的稀释 这样呢才不会污染水源 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Clorox的这个漂白水 那么这款漂白水具有强大的消毒 还有清洁的能力 可以快速的去除表面的污液 污渍并且杀死99.9%的细菌 那么擦拭之后呢请静置5到10分钟 等待漂白水确实发挥了杀菌的功效 不过呢它的气味是有一点浓 会有呛鼻的建议呢清洁的时候戴上口罩 提到杀菌消毒UV的LED灯也是非常常见的方式之一 UV的LED灯呢是指这个光波长400NN以下的LED 又可以分为UVA UVB还有UVC 而当中UVC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杀菌消毒 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的呢是Guardian Technologies的 紫外线室内空气消毒趣味器 这款消毒器呢是通过UVC紫外线的杀毒原理 去除空气中的细菌还有异味 不仅呢可以杀死空气中有害的细菌 对于烟味宠物的异味 厕所的异味 厨房的油烟等等也有消除的这个功效 那么插电即可使用十分的方便 客厅室我们回家之后应该是待的最多的地方了 那么沙发地毯还有抱枕坐垫最容易是藏细菌 除了规律的这个清洁以外呢 多喷一些这个消毒的喷雾 也可以时刻的保持餐客厅的这个干净无菌 Lassell的这个消毒喷雾 定期拿来擦擦喷喷家具啊玩具啊地毯沙发运动鞋等等 都可以杀死99.9%的病毒和细菌 和100多种导致病菌的疾病 包括感冒还有流感的病毒 除了以上的消毒的方法呢 在人多的地方呢 个人卫生其实也是一定要防护好的 超市的厕所门把手啊 手推车的把手啊 还有电梯的按钮 手扶梯的把手 飞机的座椅 健身房的运动器材等公共的地区 都是最容易接触到病菌的地方 Fill Road的这个免洗洗手液 能杀死99.99%的细菌 让你即使没有水时 也能够应急的随时做好手部的清洁 避免将病菌吃下肚 那么这款洗手液呢 无论是使用还是携带起来都非常方便 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避免交叉感染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是一种呼吸道的传染病 以飞沫传播 还有接触传播为主 那么家庭成员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在室内长时间 近距离的接触 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 因此呢 大家在防控新冠肺炎的时候呢 增强防范意识和防护知识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有两种情形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种的情形呢 是家庭成员中出现密接或者是次密接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家庭成员应该避免出门 选择通风较好的房间 作为隔离式单独居住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尽量使用单独的卫生间 保持通风 并且呢做好消毒 房间内呢 应该配备体温计 纸巾 口罩 一次性的手套 消毒剂等等的个人防护用品 还有消毒的产品 以及是带盖的垃圾桶 第二种情形呢 是普通居民正常生活 个人防护呢 也是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减少这个外出 疫情期间的居家是最好的防护 要尽量的减少外出 必须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第二个是要勤通风 根据天气情况 建议呢 每天通风两到三次 每次是半个小时以上 三是呢 要勤洗手 外出回家呀 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 接触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后呢 也必须洗手 洗手时呢 建议使用肥皂 或者是洗手液 至少要揉搓20秒以上 第四个是换洗衣物 那么外出衣物呢 要经常的换洗 必要的时候呢 要用废水煮沸消毒 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 使用消毒剂来浸泡消毒 第五个是家具表面 要保持清洁 门把手啊桌面等 手经常接触的表面 要每天清洁 容易腐蚀的物体表面 或者是手机键盘等呢 可以用这个酒精来擦拭 总而言之呢 疫情期间 千万不要这个疏忽大意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好了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 新冠肺炎个人防护的指南 想要了解疫情最新的动态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左右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和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